大家好 我是邱映的英子 我现在坐标还在兰州的家乡 最近呢 兰州还是挺暖和的 你看我在家 又穿短袖 要不就 哎呀 就躁都不行 我回兰州呢 快一个月了 最近呢收拾行李呢 准备过两天我要回北京了 家乡再好 我们都要 回到自己的家里 因为毕竟呢 北京呢 才是我自己的家 兰州呢 只是我的娘家 父母不在了 我也就住在我的弟弟家里 方便不方便呢 太方便了 但是也要回去了 因为我要回去 给我的姑娘呢 看孩子 今天呢是这样 我想说一个话题 在我 回 北京之前呢 咱们得把这件事呢 说通 不说通的啊 好多私信的 还有评论的 认为我的这个 退休的这个 教学的这个功力 总是觉得跟我的这个年龄呢 不符 今天呢 就给大家呢 解释一下 最好把它解释通了 以后这种问题呢 就不要再问了 我是63年的生人 也就是60年代的人 我高中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是79年 咱们是77年的 那个恢复的高考嘛 我79年 高中毕业的 我们在兰州那个时候上学呢 小学是五年级 初中两年 高中两年 那么 从我上学 到我79年 高中毕业 是不是16岁 我 79年 硬件 那一年呢 我就考上了 大学 但是我考的这个大学呢 是一个大专 两年 那个时候的啊 诗专呢 都是两年 有些中专的可能都上三年 对吧 我上的是诗专 两年 那么我毕业的时候呢 是不是18岁 就是81年 79年上的大学 我81年毕业的 上了两年 大学 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 我分到了兰州的一个 高校 有些人说 一个大专怎么进高校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不像现在这么严格 你 大学里必须是博士生 你才能当老师 并呢 那个年代呢 当时呢 当时呢 就分到学校了 然后就当老师 我当老师呢 当了37年 无论是我在 兰州 我还是在 北京 大家算一算 我81年工作的 我81年工作的 2018年 退休的 刚好是 我55岁的那一年 退休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 富高的支撑呢 我可以呢 干到60岁 但是我就没有干 因为我们当时学校呢 很多呢 年轻人呢 要凭高级 我们呢如果不 退让出来呢 真的 这个名额呢 你说你 在干五年 那么这些年轻人呢 他为了等你这个名额呢 还在等五年 这是七一 七二呢 的确是 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干了37年了 也的确 想休息休息了 母亲不在了 我的爸爸当时呢 也已经都是 87 八了 我在北京待了30年 每一次都是寒书嫁来 每次陪 老人呢 都待不了几天 我就回北京了 那么我也想早早退休 回来呢 都陪陪父母 其三呢 趁着我自己呢 腿脚还能动 就喜欢呢 出去 留起 出去转一转起 看看祖国的大火时光 吃吃各地的美食 可能 不为一个人来说呢 你的每一次决定 可能都是你的性格 决定的 是吧 为什么有些人说 性格呢 性格呢 决定人的命运 性格呢 能说真的啊 决定你的 一切 性格呢 性格呢 也能决定你人生的 走向 我在55岁那年 也就是2018年 我还是 中人 属于中人 我就退休了 光龙就退休了 拿到了 退休金 我也就回来看我爸爸来了 就想多陪陪老人 在陪老人的过程当中呢 爸爸就得病了 诶 正好我也退休了 刚好呢 我也 爸爸得病了 我也能多陪陪老父亲 那么如果我要是 上班的话呢 我肯定就赔不了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孝顺父母 母上啊 我真的 我觉得我 无悔 当然啦 我也有 感到我 后悔 就是我的母亲 当时 有病的时候呢 住院的时候 我刚好 那个时候在北京 那个时候我妈妈在63岁 我妈妈住院的时候呢 10天 我妈妈就走了 我爸爸呢一直是 报喜不报忧 老师给我说 你妈没事 已经住院了 挺好的 你 不要 不要着急 不要急着回来 这个 这个就是我爸爸的这种报喜不报忧 等我知道的时候呢 我妈妈已经 过世了 那么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呢 我参加了 母亲的葬 但是我没有见到我妈妈 活着的时候 这个是我一生的遗憾 真的 我当时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我当时一阵子啊 就是当时在那个 花灵山的时候 我一阵子都疯了 内心啊有点 真的是有点怨恨 我的老父亲 为什么 不能让我早点回来 对吧 那个时候真的北京和兰州 边长莫多呀 是吧 那么 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讲清楚了 我是选择了 55岁退休 2018年 我的教育的年限 是37年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对上的命 63年的生人 79年 考的 大学 上试专 两年 18岁 工作 一直到 2018年 退休 55岁 237年 公立 我不知道说的明白不明白 哈哈哈 这一说你说啊 实专 那我上了实专以后 我又续本 后来我又上了研究生 我一步一步的 因为你在大一个 高效率任教 你的这个文凭 你必须 不断去续 这在我后期的时候 我都完成了这种我的寿愿 现在我 说我是37年的功力 55岁退休的 大家明白了吧 哈哈哈 好 今天视频做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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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